從在二零五年季中選秀 以第八輪被一大犀牛 向重的內野手羅國林 在二軍出賽十五場比賽後 如願升上一軍 第一時間不只感到壓抑 能和大哥高國輝 還有三哥羅國龍 在職棒場上團聚 心情也非常喜悅 還滿開心因為 從小到大都還滿喜歡 跟哥哥他們在一起 對 那 長大之後可以跟大哥同隊 是更開心 因為我小時候 就很少跟他們就在一起 兄弟男的團聚 也勾起羅國林的兒時回憶 由於家中排行老妖 小時候總是想跟哥哥一起玩 但因為年齡差距 卻老是遭到排擠 他太小了 他說有資源就要跟我們參與 可是大家都在排擠他 就是說不要讓他玩 對對對 所以他又愛跟又愛哭 他有時候放假 大樂天 外面大樂天 他都會找我說 拜託我說陪他一起玩球 就是拿報紙 樓層球的形狀 然後用透明膠帶在包 然後叫我跟他兩個人一起比賽 對對對 我還蠻懷念 那時候他這樣子 對方很熱情的時候 即使從小總是排擠羅國林 但長大之後 哥哥的內心 還是很在乎小老弟的職棒發展 現在他那麼早上來 我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因為其實他在義軍的話 也沒有辦法這麼快就有機會可以出賽 對啊 所以 怎麼講 就是當然是希望他自己本身能夠 心態方面能夠準備好 那就是要一有上場的話 就希望他能夠好好把握機會這樣子 從柔座的紙團到真正的四縫線 這一家兄弟用棒球串聯起B4的感情 並在職棒場上互相勉勵 期待打出好成績 國外體育新聞採訪報導